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節有兩宗國際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在昨天 英國和日本就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了2加2初商 所謂的2加2 其實就是說兩國的外交大臣和國防大臣 這次初商裏面的其中一個亮點 英國方面明確地指出 伊麗莎白女王號將會在今年內派駐到東亞地區 之前一直說到派駐範圍很大 有時候說印太地區 印太地區也很大 現在就說明了是東亞地區 第二宗消息 中國外交部昨天作出了一個澄清 他們就說有關於中國支持或者默許緬甸政變的說法 並不是事實來的 中國外交部予以否認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了昨天舉行的2加2初商到底是談了什麼內容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 在2加2初商之後就提到 說英國和日本已經建立緊密防衛和安全夥伴關係 當英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今年派駐到印太地區的時候 這種夥伴關係 將會提升至新的高峰 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就說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 將會在今年 抵達日本海岸進行部署 而在部署期間 英國海軍 將會跟美國海軍 以及日本自衛隊 進行聯合演習 其實路透社的消息 跟日本共同社所說的也都差不多 共同社就說 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 將會在今年之內派駐往東亞地區 所以都是吻合的 另外在這次的2加2初商裡面 兩國對於中國剛剛實施的海警法 都表達出強烈的關切 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聰就強調 中國的海警法 絕對不能以違反國際法的形式來運用 而英國外交大臣南韜文就說 必須要維護基於國際法的海洋秩序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其實南韜文所說的 就跟以前蓬佩奧所強調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在說海洋秩序和航行自由而已 其實在1月中的時候 也就是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階段 美國和英國就簽署了一份 防長級的協議 確認美軍的神盾級驅逐艦蘇利文兄弟號 以及其所操作的第211陸戰隊 戰鬥攻擊中隊 將會加入伊利沙伯女皇號的 航空母艦打擊群 有利於展開聯合軍事任務 而英國海軍就提到了 和美軍合組航空母艦打擊群 執行海外的巡邏任務 將會使得英美聯盟 超越互通性 達到可胡緩成 故此 這項的防長級協議 其實就是體現出 美軍對英軍的堅定支持 和雙邊的緊密關係 同時也反映出 美國和英國 在國防方面 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這些在其他國家都很少見 因為現在就是有兩個國家的軍隊 合組成為一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這個也可以視之為 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的一個超前部署 如果你說被拜登上台之後 你說他會搞多久才會搞到這件事 其實都說不定 又或者根本上到最後都搞不到 也都不出奇 所以 這個就是超前部署 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內 確立到他的路線 能夠延續下去 縱然他現在卸任也好 其實這條特朗普路線 還是繼續行進當中 另一個超前部署的例子 就是特朗普總統對台灣的軍售案 尤其是在大選之後 更加強了對台的軍售 甚至乎 有關於彈藥方面的合約 一簽就簽了九年的時間 是確保得到未來的九年 台灣也有足夠的彈藥來使用 九年就是橫跨了兩屆總統的任期 所以 縱然現在特朗普總統 已經卸任也好 在他任期之內 所確立的路線 到現在還有很多國家都在跟從 你說拜登在國內 他簽署了很多行政命令 推翻了他一些措施 這個是事實 但是在國際社會上 又沒有輪到拜登完全可以操控得到 這個也是不能夠忽略的客觀事實 尤其是現在中國剛剛實施了海警法 對於有些周邊國家來說 他們認為是一種威脅 更加使得 以往他們的對話態度 是不容易 在現在這一刻轉變過來的 中國海警法明確規定 海警有權對於侵犯中國主權和管轄權 外國組織和個人 採取 包括使用武器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 所以為什麼在2加2初商 英國和日本雙方都對於這個海警法 提出了強烈的關切 不是說沒有原因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根據大陸澎湃新聞的報導所說 對於有全民宣稱 緬甸政局變化的背後可能有中方暗中支持或者默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有關的說法就不是事實 作為緬甸的友好倫邦 中方就希望緬甸國方 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 妥善處理分歧 維護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即是說 中國就和那班軍佬的政變 撇清所有的關係 是 大陸的反應就是這樣 到底美國方面又怎樣 其實美國就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兩難當中 早在2016年的時候 奧巴馬政府就已經撤銷了針對緬甸的制裁措施 當時奧巴馬的想法就是 當撤銷了對緬甸的制裁以後 希望有些美資的企業就會進駐到當地進行投資 於是乎 美國就會在緬甸取得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那班軍佬搞搞壞壞的時候 當然美方又可以再次製出一些制裁措施 或者甚至乎 要求美資企業撤退 諸如此類 總之到時候就有很多手段可以行使得到 最重要就是要在當地建立出的影響力 問題就是 到了2017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羅興亞事件 使得其實很多美資企業都卻步 因為當地來說始終那個實權仍是掌握在 軍佬手上 軍佬佔了國會兩成半的議席是不用選的 而且他也是操控了國防邊境 令到很多美資企業都不放心去當地投資 覺得那個投資環境是不利於營商的 到了最後 在過去這四年以來到底是哪些外資企業進駐了當地 排第一當然就是中國 計算的就是 日本 韓國和印度 而美資企業就沒有怎樣撤退緬甸 所以 這個歐巴馬的如意算盤當然就是打不響 美國在過去這四年以來 在緬甸就建立不了多少影響力 尤其是 2017年發生了羅興亞事件之後 導致美面雙方的關係也受到損害 雙方拉遠了距離 反而來講 中國就借著這個契機 不斷出招來拉攏緬甸 比如說在去年一月 總書記習近平曾經 到訪緬甸 和國務資政昂山素姬舉行會談 雙方就要決定了要共建一個的中緬命運共同體 開啟雙邊關係的新時代 同時就簽署了33項的合作文件 包括就是落實興建 號資13億美元的一個深水港基建項目 總書記習近平還強調 路遙之馬力 患難見真情 中國將會繼續在國際社會上 旁邊為緬方仗義執言 支持緬方維護國家尊嚴和正當權益 而昂山素姬 說到有些國家以人權宗教作為借口 粗暴干涉國內政 希望中國繼續在國際場合 為緬甸等中小國家主持公道 你看到其實 中緬關係在過去四年 反而急速增長 這就等同於向歐巴馬打臉 來到今天這個時刻 拜登基本上都是發聲明 譴責那群軍佬 或者要求那群軍佬釋放昂山素姬 以及一眾全國民主聯盟的領導人 所以美國所能夠做到的事 就相當有限 如果美國又再制出一些制裁措施 來針對緬甸的時候 只會使緬甸加強對中國孝弄 所以現在這個緬甸的軍事政變 對於拜登來說也是一道難題 現在正好是考驗 到底他怎樣來解決 大家就看到他站在這裏 原來他根本沒有辦法 純粹出聲明 純粹譴責 有用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什麼橋段可以 拿出來的 看怕就未必會有 所以那群軍佬這次很大機會就是買中了 就是買你美國不會對他採取什麼反制行動 現在他都明搞軍事政變 擺明就是 完全沒有尊重去年那個大選結果 還說黃山素姬搞這個 所謂的 選舉舞弊 有些人有錯誤來 將美國的情況做一個比較 這些是完全錯了的 你不能夠 因為你對於黃山素姬有一個負面印象 就假設他是在搞選舉舞弊 這是沒有證據 那群軍佬亂說的 你不能夠完全這樣 就將美國的情況 強硬來套在緬甸身上 這些是很愚蠢的 我看到有些網民就是這樣 然後又說到怎樣用投票機 別人哪是用投票機 以緬甸的國力 他有沒有錢買都成問題 昂山素姬根本沒有動機來搞選舉舞弊 一來他在當地仍然是受到廣泛民眾的支持 這是事實來的 去年的選舉已經反映了出來 二來就是 昂山就算讓他贏得多盡 他也不可能贏了七成半的民選議席 根據選舉制度就知道 怎麼都有一兩席是漏出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搞選舉舞弊是為甚麼呢 有兩成半是軍佬自己佔了 民選的就是七成半 但是修憲的門檻正正就是七成半 給他舞弊 他拿了就怎樣 拿了也過不了那個修憲門檻 沒理由有一個軍佬會去賭光 他一定會掌握實權 所以他沒有動機來搞選舉舞弊 那不是完全民主的制度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的留言 真的很好笑 順便在這一節最後回應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by bwd6